Hello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我们又来到了每一个月的开运测验咯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做的是 2021年下半年 你的事业运势会如何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有八张牌 是属于义挂的牌哦 所以要请大家帮我深呼吸三口气 调整你的心情让自己很平静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想象你下半年的事业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景象 那么再从直觉里面来选出一张牌 好了吗 我假设呢大家都已经选好了 那我们就来为大家揭晓 基本上呢 诶我的讲解顺序会是上列 再到下列 所以分别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好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你所选的牌来听咯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 未记牌 未记牌呢 它代表的是尚未完成 好 所以呢选到这张牌的朋友 它代表你在下半年 嗯 很多事情呢可能正在或将要进行 但是还没有完成 在意挂里面 它用了一个故事来形容这张牌 它说有只小狐狸呢想要过河 但是呢没有搞清楚这河的深浅 所以在过河的时候呢 诶不小心 你知道狐狸狡猾就真的狡猾了一下 所以头啊尾巴啊都弄湿了 那么这张牌它在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量力而为 没有搞清楚状况 可能呢会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情 好所以在下半年 如果你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我想你需要一点耐心 当然这张牌呢 呃也在告诉我是说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啊需要等待 因为未记牌呢 在一挂里面是64挂的最后一挂 它代表一个结束后的重新开始 所以你会有心的开始 什么时候 嗯我认为啊 基本上在十一十二月的时候 应该呢会有一些转机 所以你要有点耐心 让自己顺势而为 而且要量力而为哦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张牌 大友 哇这张牌呢 如同你看到的图像 大友就是太阳离火 高高挂在天上的这个像 大友这种太阳造药万物众生 你会感觉非常的热闹 没有错 那么如果你抽到这张牌 你才感受到下半年的 世界运势欣欣欣向荣的 但是要小心 他其实呢也在告诉我 其实你现在抽到这张牌啊 你很辛苦耶很劳碌耶哦 所以呢 他有一种真金不怕火炼的特质 也就是说 感觉好像外在的环境 对你有很多的要求 或者是你做很多事看起来 很光彩 但是其实你很累 可是呢 这对你来讲是很好的训练哦 通常啊 可能在这个所谓的 八九月的时候 你会有一波 嗯成就的高峰 所以抽到大友挂的朋友啊 我会建议你呢 在事业运势上面 你就按照你想做的 好好做 有所坚持 那么更重要的是呢 你要恩威并施 没有错 你该谦虚的时候 你还要知道谦虚 这样大家会想来帮你 可是呢 面对某些状况的时候啊 你该应的原则 还是要站稳脚步 这样你才能够有所成就哦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张牌 适客牌 适客牌呢 它主要展现的是 我们人啊 在吃东西的时候 好像我们叫一个这个全家餐 啃鸡腿 啃食物啊 这个东西啊 我们要吃得下去 你要先咬断它 然后呢 才能够咀嚼 才能够吞咽 所以适客牌呢 它代表的是 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要先咬断它 解决它 才能够让我们更顺利的 完成这件事情 那么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代表你现在呢 其实正叽叽盈盈盈 很忙碌在做很多事情 甚至啊 可能从上半年开始 就很忙碌了 那么这张牌就要提醒你 你就要抱持的 关关难过 关关过的决心 这样呢你的事情 哎 就会越来越顺利 不过呢 在下半年 基本上来看啦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 战战兢兢的特色 就像吃东西嘛 因为你吃东西啊 边讲话边吃 会呛到 或是你没有评估 没有分别 你会吃错东西 可能它过期了 或者是它有问题 它在讲的就是 我们要有所选择 也要比较谨慎 适客牌在益挂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可能会跟 诶 刑法 法律有关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 会牵涉到法律的议题 或者是说 嗯 比较容易有一些麻烦的事情 这张牌也在提醒你 我们要稍微小心一下 这样子才可以让自己更圆满 再來我们看一下第四张牌 梨尾火 哇 你看到一张孔雀 多可爱 好漂亮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代表你现在的 事业运势 蒸蒸日上 非常漂亮 就像孔雀一样 啪 打开这个翅膀 让大家都很惊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社交型的 非常让人羡慕的牌 那也代表你现在的事业呢 可能有非常光鲜亮丽的感觉 不过要注意哦 可能在夏天的时候 这是一个高峰 劝你可以好好把握 可是呢 事情不可能永远都那么漂亮 所以在得意的时候呢 还是会建议大家要有所准备 要充实自己才能够持续的发光发亮 离尾火这张牌很重要的是哦 它其实有一个富力的特色 富着的富美丽的力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现在做得好 或是你想要做得好 你要富着在一些人事物上 比方说你在好的公司工作 你卖很知名的商品 你有很棒的客户支持你 所以你要有一些很棒的条件支持你 你跟着这个条件一起去做 你就会越做越好 当然出到这张牌的朋友 要记得你的高峰是在夏天 结束之后 你还是得不断的在充实自己 这样你的好运 才会有下一波更好的状况 再我们看到第五张牌 静 好 静呢这个牌你可以看到是 太阳东升的现象 没错 说到这张牌的朋友 我要恭喜你 你是我们今天牌里面的牌王 好不好 它代表的是你在下半年 可能会有什么 升迁 或者是说有晋级 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舞台给你发展 所以要恭喜你 特别是在这个六七月 然后甚至十月都有机会 那这张牌呢在告诉我什么呢 它在告诉我 其实你本身是非常有才华的 你有很多东西 你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你也很努力 最重要的是 别人看到了 别人给你支持 就好像太阳升起来 那个大地的万物就着了颜色 非常漂亮 你的才华 你的努力是被别人肯定跟支持的 所以这张牌在告诉我 你有贵人 下半年是有贵人的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把握机会 而且懂得顺势跟这些贵人合作 你的下半年会非常的精彩 再来我们看到第六张牌 奎挂 这奎挂在图里面 就它两个女生 然后遵一个斜线 不太合 没错 这个牌就有两女同居 但是呢 其志 志向不同 好就是 奎就是两个人感情不好 好 家到穷啊 必乖 就是说一个家庭 或一个环境里面啊 呃 状况不是很好 不管是经济 还是业务 还是怎么样 大家 这个人心涣散 那很多事情就很难做啊 所以如果你抽到这张牌 代表你下半年 嗯 可能你的环境公司 哦 大家是意见不合的 或者是 各怀鬼胎的哦 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 那怎么办 好 小市集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小的事情 比方说你自己独立的作业 或者是说 呃 比较无双大雅的事情 可以 来做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面临到团队合作 大的事情 抽到张牌 你要记得 要先会做人 才会做事 好 也就是说 要先人和 才来求事情的成功 不然 容易呢 哎 事情不成 或者是没有办法如你的预期 好 这一点 我觉得是大家要 稍微的注意一下的 好不好 我们留意一下哦 人和才能够 确保你的成功 当然 呃 以这个挂来看的话呢 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比较有一个转环的空间 给大家做参考 再来我们的第七张牌 铝挂 讲到铝 你会想到什么呢 旅行 旅行好不好玩呢 很好玩 呃 会不会想回家呢 玩累了还是会想回家的 没错 铝挂呢 它其实是不错的挂哦 如果你抽到这张牌 但是要记得 铝挂它代表的是旅行 旅行我们就是要入境随俗 对不对 去美国 去欧洲 去南美洲 我们到当地 吃当地的食物啊 做当地人做的事情 所以这张牌来告诉我啊 下半年 你的事业运不错 可能有升迁 但这个迁动呢 呃 可能到的环境 是你比较陌生的 或者是说 你会有一些兼职 轮調 接触不同环境的可能 当然也可能包括出差 可是呢 主导权不全然在你的身上 所以呢 我们要懂得 就是顺着环境的状况来因应 当然呢 呃 这个铝挂它也在强调的是 第一个你可能专业心要够了 哦 这样子才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发挥所长 让别人需要你哦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你要知所进退 我们去旅行 就不可能呃 什么事都要让自己很满足 我们是去体验的 如果你出到张牌 你觉得你的事业运没有很好 那么铝挂也在提醒你 可以啊怎么样 旅行学习充实自己 这样呢 对自己的事业 对自己的未来会更有帮助 最后一张牌叫顶挂 登登登登 这个大名鼎鼎 鼎呢 在古代呢 是石器 装食物用的也是礼器 比方说啊 每一个朝代或者天子上任 就要搞一个大的鼎 然后呢 要制定法律 或者是说 到这个 呃 有一些位阶 对不对 你是什么 什么位阶 你要有几口 几口鼎 所以鼎呢 它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东西 那么在义挂里面 义经里面讲的鼎 鼎取心 是一个心的开始 好 所以当你出到这一个牌的时候 代表你的下半年 肯定有一个新的开始 也可能你跟别人决定 承诺了一件事情 对 君子一言九鼎 那么这个鼎呢 在现在来抽到的话 代表是 嗯 你可能其实已经很努力的 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现在的成果是非常好的 好 那 这个成果好 值得加许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点 呃 可能我们到了下半年 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成果 所以后续你要怎么样再维持它 发展它 是你要去考虑的事情 同时 可能你做得很好 别人会见前眼红 或想要占你便宜 好 或者是想要来 呃 跟你分一杯羹 所以这个顶挂 表面上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来看的话 我也认为啦 好 它的高峰应该会是在我们的 下半年年初 或者是夏天的时候 到后面 你要怎么守成 呃 或者是怎么样准备 可以让它在明年有更好的表现 这个是顶挂所给予你的期许 好了 看完以上的八张牌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基本上呢 这个是给大家的参考 并不完全是决定你下半年的一个 绝对的运势 那么我希望呢 大家都能够抱持着 这个 异挂的一个精神就是 我们很努力不懈 相信呢 未来 都还是可以透过我们的双手 有新的开展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